欢迎大家来到泰山自煮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想全家都会喜欢吃的东西 材料包括有芝士 腸仔和薯仔 没错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食谱就是 芝士腸仔焗薯 好吃的 因为这个真的 所有材料全家都爱 马上开始吧 什么都没开始搞之前 我们先预热烤炉 先去到芝士200度 芝士200度 假如你没有烤炉的话 这个食谱都可以用 Air Fryer去做 那个次序 我觉得是一样的 首先你要搅拌薯仔 之后才放其他材料 你看完影片下去 就知道怎么做 OK OK 我们开始了 首先两个薯仔 这个我们就在超市买 但是很简单的薄皮薯仔 其实你自己想用什么薯仔 就是最好 这个食谱 其实我觉得 个人认为 到最后 都是一堆的 总之 有齐材料 拿去烤就很好吃 OK 好 那我们继续了 这个薯仔 我们还没洗 现在要拿去洗一洗 好了 洗了 为什么要在你面前洗呢 因为有很多人留言 在问 你那些猪肉不洗的? 你那些鸡不洗的? 你那些东西不洗的? 那样东西不洗的? 这些东西都是基本动作 对吧? Anyway 不要紧要 原来你要看完才行 有问题 那你现在看到了 我洗了 濕的 哈哈哈哈哈哈 好了 那现在呢 我们接着 就要锁一锁水 先弄干它 OK 然后呢 我们就要把薯仔切一切 我们要切到一半 怎样呢? 这样吧 打斜的 一半 看到吗? 去到这样的 打井这样 好了 那这个是这样斜的 然后呢 就在另一边 就是把薯仔打井 好 这些薯仔 已经打光了 接着 找一个碗 这个碗 其实可以进入烤炉 和可以上碟 OK 因为我们接着 要做的 基本上全部都在这个碗里做的 所以 最好呢 就有一个碗 你是预备定 可以进烤炉 和出北厨房的 好 我们放这两个 薯仔 接着 找一张石纸 包好它 好了 接着呢 我们就整个碗 拿到烤炉 烤了 烤多久呢? 就是烤35至40分钟左右 视乎你的薯仔的大小 大一点 就烤久一点 可能45分钟左右 烤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其他材料 在上面 Let's go 烤熟仔的时候 我们可以处理一下 那条腸 这个呢 也是超市买回来的 你喜欢吃什么类型的腸 这个呢 就是我平时都喜欢吃开的 它有很多不同的味道 我就选了这个烟糞的味道 尺寸呢 我就称之为这个中型尺寸 如果你喜欢吃小一点的 那你可能要用多一点 那我今次呢 这个呢 用一条就够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纯粹呢 我们就把它切开一半 然后呢 再切开一半 我们要切碎的 切烂了不要紧 没问题的 切完之后呢 把保鲜纸放进冰箱 因为呢 我们不要弄出来 我怕腸会坏 这个食谱 其实如果你不喜欢用腸 你可以用Pancetta 即是那些意大利烟肉 那些呢 通常都是一粒粒 你说一片片的烟肉 行不行呢? 那些烟肉呢 就小粒一点 那可能还会咸一点 所以你就要因应 那个味道 那种薄的烟肉 你再切然后放上薯仔里 千万不要放太多 因为可能会很咸 那所以呢 最方便最简单 也都最适合的呢 我觉得呢 都是腸仔 Pancetta都OK 因为它不是醃得太咸 好了 那我们现在等一等薯仔 好了 薯仔烤好 哇 哇 精啊精啊 好 小心热 这里拿出来 哎 这个走开 看一下 哇 哇 正啊 好 接着呢 预备一个木匙羹 那我们呢 就要把这个 薯仔 按一按它 就是呢 我们想按扁一扁 让它开一开 哇 烙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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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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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开了一点点了 其实按开了的目的呢 我们也想 跟着下来的那些味道 再入一点的 好了 然后我们做些什么呢 我们就放些盐 然后 橄榄油 好 看到我们的小腸 我们呢 就尝试放进去 可以摄在那里 摄入去 不用摄得太漂亮 然后这里又摄一些 好 摄完了 接着 我们呢 就放茄汁了 直接在一个瓶里擠出来了 好 不要太多了 接着蛋黄酱 Mayonnaise 好了 然后 哇 这个芝士呢 就是一个 莫茄莱拉 再加这个 Emmental 其实呢 在超市呢 都很多这些一包包的芝士 都买的 通常呢 他们可能说 啊 主要是Pizza的 这个 你可以用那个 我自己喜欢吃Emmental 所以我就选了 莫茄莱拉甘 Emmental 这个味道呢 好像正点 那样 那当然 Pizza的那些也很好 有些呢 就是Mozzarela 加Cheddar 就是有些橙色的Cheddar 那你做出来呢 有可能的颜色更漂亮 那其实是上去的 但是 最主要呢 就一定要有 Mozzarela OK 好了 继续 接着拿回刚才的焗盘 然后呢 放上去 你这个焗炉 就应该没有熄到的 是不是 现在呢 我们把它放上去 都是同样 涉事200度 接着呢 我就焗到 那些芝士有融啊 有少少 金黄色 啡色啊 那样 那样就ready的了 OK 再焗了 那我就把它再焗多10分钟 现在看一看是怎样了 哇 刚刚好啊 正啊 吃得了喂 吃东西了 哇 在这个时候呢 再加上少少少黑胡椒 哇 哇 正了 来了来了来了 哦 哇 哇 很开心 嗯 吃东西 嗯 哇 好吃 嗯 嗯 嗯 好吃 嗯 有一件事要提提大家的呢 就是呢 刚才我那个焗薯仔 一开始说焗35分钟啊 那是一个参考 记住 你要看回你的薯仔的大小 那如果大一点的话 真的要久一点的 有时候呢 你可能要焗够一个小时 那些薯仔才ready的 OK 那当然也要视乎 除了大小之外 还有你的焗炉那个强度 OK 记住记住 是参考来的 千万别再说 喂 又说焗35分钟呢 出来不行啊 这样 你也要看你自己家的工具是怎样的 才可以做到出好吃的东西 知道吗 好简单啊 这个 真是全家都适合吃了 所以呢 你一定要试一下跟你做 嗯 这家人会很爱你 记住subscribe我的youtube channel 还有follow我的facebook page 最好当然是like 多谢大家 继续吃